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菲律宾和中国 菲律宾宣称和中国就仁爱交 马德热二日常的补给达成了谅解 谅解 27号菲律宾媒体说 菲律宾的外交部和中国就仁爱交 马德热二坐摊的登陆舰 进行日常用品补给和轮换任务达成谅解 实际就是秘密协议 其实之前就有过 后来西部军区司令被撤了 实际是咱们知道 那个协议曝光了 就是之前是有的 所以中国是允许的轮换 现在没了 所以才有仁爱交大捷这事 说这个消息如果得到确认 就是仁爱交这个马德热二 基本是能得到补给了 但是补给是没有建材 是食品 换句话说饿风了 他必须得给人送食物了 快不行了 人也得轮换了 但是现在看 就是舰上流水人员应该可以再坚持下去 基本上可以得到人员补充或者轮换了 那既然是双方谅解行为 那么中方实力明显占优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 就很多人一定问 你实力占优你为什么 对吧 就签这个 肯定会 我觉得肯定中国一定设很多条件 中国绝不可能轻易的就让他把这个建材送上去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仅止一切违规建材上建 这事儿 菲律宾肯定同意了 否则中国不能掐 所以违规建材上建这事儿肯定不能再干了 你送吃的喝的可以 然后只允许运送基本生活物资这事儿 应该是中方也满意的 也同意的 说完你在人 人能耗几年 你和这个舰体被腐蚀 每次据说中国应该是让它提前通报 按照现在的规定 就是你得提前通报 然后我让你到哪儿到哪儿 对吧 而且中国海警据说应该是要规定现场的登陵检查 我们仅止一跤大姐已经登上它这个建订了 还有就是人员是许出不许进 我觉得现在看也是应该是菲律宾必须同意的 应该也同意了 说完了断绝人员轮换以后 才能够让船最后丧失 丧失一定的活力 它最后只能是被拖走 只要人员坚持不下去 这船就变成空船了 还有中方应该是定期 就设定一个期限 然后要求飞方 把这个船拖走 菲律宾现在应该是 目前量解应该就是在这个技术上 菲律宾应该是也同意了 但这个期限现在可能是后续要商谈 它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就以未来要拖走为由 然后让人员在这可以轮换补给 然后我们是就等你的船 就是说完了最后我们跟你谈个期限 你拖 但这个船早晚得破 早晚得沉 那这个谅解 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 关键的是菲律宾小马斯 他为什么去搞这个 就是美国人都已经无人机准备帮菲律宾了 那怎么小马斯现在怂了 小马斯现在忽视了国内的民生问题 尤其是现在菲律宾物价通货膨胀 他现在小马斯给自己行为买单了 根据22号小马斯发表的第三次国情字文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种场合其实给马斯单方面鼓吹政绩的 但目前 但前提是什么 至少你有政绩 然后没有政绩 你发表这个国情字文 基本上找骂的状态 这次小马斯发表的国情字文 就面临着这种找骂状态 就是说小马斯演讲期间 预计会出现大规模抗议 小马斯已经整备了2.2万人的警力 维持现场秩序 去年警役和今年相比 今年是去年的4倍 小马斯为什么担心失控 因为他这两年的执政时候 他什么都没做好 他只能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所谓的强硬 来刷自己 就是头版头条确实有菲律宾的总统 菲律宾的小马斯的信息 但是是跟中国放硬化 就这点信息 老百姓天天看这个当精神粮食吃 但是还是饿肚子 菲律宾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 说57%的民众希望 小马斯可以在这次国情资论中 讨论怎么降低食品价格问题 其实当时竞选的时候 小马斯曾经许诺过 要把大米的价格控制在每公斤20笔索 这基本上是普通人能接受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小马斯还是采取了不少措施的 你看他刚上台的时候 跟中国要大米还记得吧 中国给他原住大米 你能想象吗 中国给他原住大米 可能大家不知道 小马斯还兼任是农业部长 总统还兼任农业部长 这事归他管 中国当时确实给了 你看他降低大米关税 还提前进口大米精储备 强行的限价 这都干过 他本人曾经兼任了农业部长职位 而且说 但是农业部长 据说他当上以后 限制削弱了整个的农业部门的作用 结果现在看 马斯克小马斯政府 根本就没法实现他自己的情况 比如限价 限价本身就非常粗暴 他只会让粮商压低收购价格 限价是什么 是把产粮的农民的利益牺牲了 这帮粮商只能限价 那就是压低收购价格 就导致菲律宾农民是不愿意出售粮食了 你要想彻底解决米价问题 需要什么 需要增加产量 你不能限价 那你首先得实现自己自足 避免外部冲击 国内大米 那同时你得降低化肥成本 你自己造的话 你自己造大米 那就是化肥成本 这从源头上去 化肥是从哪来 从白博士 从俄罗斯 有的说从中国来都可以 还有政府也要干预 但是干预不能超过市场自我调节 简单粗暴限价 短期内确实能应付 但你说长期限价能不能行肯定出问题 粮食问题这里边就要提到 当初中国向菲律宾提供过无偿的援助大米和化肥 而且小马斯当时还非常感激 这个人就非常 我就非常人格分裂 现在是翻脸不认人 在南海调剂中的 不过我觉得菲律宾民调 也显示民众非常关切的议题 还有就是所谓的抵御外国势力 捍卫菲律宾领土完整 但是这个议题只排第15 民众最关心的还是吃饱肚 所以小马斯所谓的转移内矛盾这事 只排第15 还是失败了 既不恶化地缘 安全处境 而且是给菲律宾带来越来越多麻烦 这个就是他国内 小马斯实际执政能力很一般 据老百姓讲 普遍的生活成本又上涨 工资又低 老百姓据说他们调侃 小马斯政府拿着2000万笔锁 翻新纵沿大楼 铺设大理石的地板 奢华的红色地毯 现在很多人都从他的行为看到了他爹 老马斯那个贪腐 现在马斯处境让人想起这个埃斯拉达下场 就是说这个98年时候埃斯拉达因为贪腐 只当两年就被贪腐了 有意思当时这个阿鲁耶曾经辞去内阁职务了 阿鲁耶倒来替他了 现在谁呢 现在是杜特勒的女儿 沙拉也辞职了 所以沙拉日前也已经辞职了 沙拉的支持率是69% 3月到6月的支持率是69% 持续上升 而这个小马斯的支持率是53% 副总统沙拉的支持率明显高过 现任总统小马斯 我觉得菲律宾老百姓是很诚实的 现在看典型的老百姓要什么 在自己丰一族式情况下 我可以骂骂中国人 骂骂困境各种各样的外国入境 像买油吃饱成的那样 你菲律宾可不是吃饱成的 我觉得小马斯政府现在如果不调整 不解决国内民生问题 基本上他就跟埃斯达达差不多了 他们家族其实有传统 菲律宾老百姓不是不懂 只是一直在给他一个机会 那时候他还小 但我觉得随着中国 现在中国才能帮助他 但是随着中国现在根本就不愿意 管菲律宾内部的事 基本上可以去 小马斯政府唯一的帮手就是美国 但美国的花费多少钱 美国给他钱吗 不能给他钱 所以小马斯没有别的出路 小马斯最后也只能去找中国 所以咱们看仁爱礁这事只是缓 他真正目的是在那 在仙宾礁 包括未来要在中叶岛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是缓和在仁爱礁这个方向 而在中叶岛在黄云岛在挑衅